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因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 新加坡外长维文 马来西亚外长西沙穆丁 印尼外长雷特诺 和菲律宾外长洛钦 3月31日至4月2日 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今年初 王毅新年首访到访缅甸、印尼、 文莱和菲律宾之后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 又一次面对面外交互动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抗议合作 从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到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合作迈入儿历之年的中国 和东盟国家常来常往 越走越亲 观察家认为 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 叠加激荡的当下 中国与东盟频频互动 难能可贵 将助力后疫情时期合作提至增效 中国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 习俗相似 文化相通 千百年来相互交往 双方在人文经贸等各领域深度融合 此次接待地福建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维肃历史 亦或着眼当下 福建都与东盟国家 有着亲近的关联 比如 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 其母亲就是福建新化人 这是他在疫情以来首次访问非东盟国家 与福建渊源颇深的维文府 一抵达就当起茶叶推销员 在社交媒体发文介绍武夷山茶叶 尤其提到大红袍 疫情之下 守望相助 则让中国与东盟国家亲上加亲 从医疗物资到诊疗技术 从疫苗供应到疫苗技术 从绿色通道到快捷通道 中国与东盟国家抗议合作 走在地区国家合作的前列 我们都是一家人 马来西亚外长西沙穆丁 用中文亲切地称王毅为大哥 王毅则回应说 我们是兄弟 此访期间 中马外长共建记者时的 这个温情活动 现场暖意融融的气氛 更让人感受到 中马间的友好和热烈 是中国和东盟国家 亲近关系的生动写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许丽萍 将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 称为原生性合作 走亲戚式的频繁互动 源于双方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体现出中国与周边国家 合作的内生性动力 2020年 东盟首次以4.74万亿元人民币 进出口额 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是双方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观察认为 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 中国东盟贸易额逆势增长 更加体现出内生动力之间 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双方合作迈入而立之年 观察家认为 中国与东盟30年合作实践表明 危机驱动型是双方合作的重要特征 越是面对共同挑战 合作动力就越足 双方在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等领域都存在共同利益 往往能将现实的挑战 转变为合作的机遇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表示 下一个30年立向何方 此次会谈给出清晰的答复 把中国东盟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打造更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 具体而言 应对疫情长期化挑战 要加强疫苗领域合作 汇集更多东盟国家人民 探讨开展健康码护认 实现范围更广 效率更高的人员流动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数字经济 大数据 云计算 5G 智慧城市建设合作 外界尤其注意到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是会谈的关键词 无论是新加坡外长提及 双方积极推动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还是印尼外长称 愿同中方协商 全面经贸合作安排 并实现早期收获 以及中马达成 释放区域自贸和经济一体化 红利的共识 反映出 后疫情时期 中国和东盟为合作做家法的决心 会谈中就全面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达成的共识 则可解读为 战略互信层面的体制升级 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准则 符合各方期待 当前需要各方排除外部势力干扰 聚焦涉及本地区利益的准则谈判 真正把南海变成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许立平说 疫情再次证明世界各国休憩与共 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体制升级 是中国木林友好 务实合作的周边外交政策宗旨所在 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实践行 中国强调的多边主义始终是基于国际法 面向合作的多边主义 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符合世界发展潮流 对其他国家都有启示意义 高飞表示 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绝非拉帮结派 早已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 对完善全球治理是有益的促进 因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 韩国外长郑义荣4月2日至3日 对中国进行访问 双方在厦门举行会谈 达成广泛共识 第一 选择不寻常 此次会谈是郑义荣正式就任 韩国外长以来的首次出访 也是继去年11月下旬 王毅访韩后 中韩时隔4个多月再次举行外长会晤 观察指出 郑义荣任内首访选择中国而非美国 这在韩国外交史上极为罕见 此前 郑义荣在首尔举行记者会时指出 韩方基于稳固的韩美同盟关系 和谐发展韩中关系 并重申对韩国而言 美中不是二选一的选项 此番韩国外长访华 亦是用实际行动向中国表明态度 其致力于推动中韩合作的决心和立场没有改变 其二合作不寻常 在三个率先的基础上 中韩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疫合作成果 双方同意就建立健康码护认机制 开展疫苗合作 进一步扩大两国快捷通道 适用范围加强协调 韩方支持中方春苗行动计划 其三 时机不寻常 明年将迎来中韩建交30周年 外交层面双方同意 尽早建立韩中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 启动两国建交30周年进驻活动筹备工作 经济层面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重点加强5G 大数据 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当地时间3月27日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 会后 两国外长签署了一份 为期25年的中医全面合作协议 王毅在伊朗还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 伊朗与中国战略关系特使阿里·拉里贾尼 和伊朗总统鲁哈尼 王毅伊朗行是他出访中东六国的重要一战 此前 他已经到访沙特 土耳其 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会后 王毅在桂林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接着就飞往中东六国 可见中东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之上升 王毅中东行除了已会见各国首脑以外 还曾于3月24日 在利亚德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纳伊夫 在沙特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专访时 王毅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 还称中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支持中国的行动是坚定的 在接受阿联酋通讯社书面采访时 王毅提到两国抗议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等的进展 可见 王毅此行中东进行了不同层级的外交沟通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中 在伊朗 王毅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见时 主要提到三点 第一 今年是中伊两国建交50周年 双方签署全面合作计划 监委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做出整体规划 第二 中方坚定支持伊朗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支持伊朗维护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 无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 中方都反对外界对伊朗施加无理单边制裁 第三 现在是时候认真反思外部干涉给地区形势造成的恶果 携手探寻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有效途径 在会见拉里贾尼时 王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具体到中伊全面合作的内容上来 这是一份站在2016年中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 友好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合作计划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蒂布扎德表示 合作文件有一条全面的路线图 经济层面将作为文件的主轴 包括不同类型的合作 以及伊朗参与一路一带倡议 并特别关注两国的私营部门 随着合作协议的签署 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制升级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